2024新北永和仲夏夜之梦 在13号的晚上 仁爱公园精彩登场了 每一年都吸引不少的人到场来观赏 新北市府今年邀请到了民歌手李明德 民舞森林乐团 还有王忠平等人来献唱 舞台灯光配上陪伴六七年纪生成长的民歌 现场是充满了怀旧的氛围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 和民众一同共襄胜举 他说永和充满文化 但现在不仅是文化艺术而已 因为连永和的公社安全 市场美化也正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 希望都更之后 能给市民们一个崭新的未来 充满节奏韵律感 听着听着就想跳起舞来 许多六七年生的年轻时代都有他陪伴 这首金山古道来自一九八零年代 民歌手李明德唱出满满回忆 带着大家重温经典时光 有我许多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和仙人掌 这首由迷雾森林乐团带来外婆的澎湖湾 也让不少人赞叹不已 新北市府和永和区公所策划的年度盛世 永和种下夜之梦 民歌之夜 每年都吸引不少民众共襄盛举 这回除了邀请到李明德和迷雾森林 其他还有南方二重唱 何方台兆梅和王忠平现场现唱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和大家共享 美好夏夜时光 侯友宜指出永和除了艺术文化 公社安全和市容美化也正如我如图进行当中 其中永和大城地区都跟三已准备拆除 大城四大城一招标当中 六跟七还在审议 期许都跟后能给永和地区一个崭新未来 记者李文盛正在新北采访报道